上周天气都还有一点微凉微凉 好像感觉真的要进入秋天了 就这礼拜开始白天又冲到三十几度 在外面跑采访真的就是又热得一身寒了 所以要说现在不只是春天后母星 秋天也是后母星 变化非常的大 但我们来看看台股跟美股 其实也跟后母星差不多 就道琼连叠6跟黑K之后 28日翻涨了500多点 台股周四呢也见到了涨幅 那到底投资人接下来的操作心法要怎么做呢 赶快就进入今天的DJ有事嘛 美股28日见到翻阳 最大的关键呢 就是英国的央行宣布 到10月14号之前呢 要无限量购买英国的公债 并且要暂缓量化紧缩的政策 那这个举动呢 就等于是扭转目前全球央行 抗通膨的这个货币紧缩路线 也因此刺激美国公债价格大涨 那殖利率呢 也因此从14年来的最高点 急速下坠 那由于美债殖利率重挫 是有助于拉低整个市场的利率 所以就会让股票啊 这些高风险的资产 重新变得很有吸引力 也推升了美股强谈 不过呢 金融大叔Berry是认为 英国央行这个举动 其实目前在金融市场上 已经引起了一些负面的评论 那最主要是因为英国的通膨 仍然是居高不下的 那央行为了短期要扭转英镑 跟英国公债被抛售的情形下 突然做出这个逆势的决策 那Berry是说 这一方面呢 并不代表10月中旬之后 英国政府不会又转而实施量化紧缩 另外一方面 混乱的政策呢 会让金融市场的停滞期拉得更长 这样反而非常不利 Berry强调 那这个政策带来的烟花效应 他认为也会非常的短暂 而且呢 也不会带动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联准会跟进 那目前联准会官员出来的谈话 仍然是维持非常的鹰派 甚至不少官员都直言哦 美国衰退的风险 虽然正在发生当中 但是也不会影响 FED升息的脚步 那Berry就分析了 在鹰派的联准会 还有企业货率衰退 基本面越来越差的状况下 投资人真的还是要谨慎操作 不要太乐观哦 那转回台股 现在第三季已经到了季底 下周的活动真的非常的淡 也没有特别值得 介绍给大家的热门族群之下呢 我们团队是转而帮大家整理出 从第四季到明年上半年 营运展望还可以维持正向的系族群 首先呢 我们从半导体产业来看 确实呢 晶圆代工跟IC设计的杂引 还是不断的 不过设备 厂务 验证这些族群 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展望 是不错的哦 以设备来说呢 厂商在手订单都还维持在 相当高的水准 那之前地盐交货的订单 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完全消化 厂务方面呢 则是说虽然客户目前有传出 扩产要放缓的消息 但其实盖厂都还是持续在 按计划进行当中 那多数厂商目前的 在手订单仍然长达一年到一年半 还在陆续的消化当中 所以看好到明年的营运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相关厂商当中呢 第四季来看 金顶凡生是有机会营收创新高 那千富、汉塘、盛辉、阳基工程 今年的营收都会创新高之外 获利也有机会创新高 或是来到近年的高档 而且明年的营运维持成长 或是高档的机会也不小 而半导体验证分析厂商呢 因为产业跟中端产品的销售 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跟半导体研发有关 像是一些先进制程的持续研发 或者是第三代半导体 像PowerRF新品的研发 都还是在持续当中 所以这个产业是相对 比较不受景气的影响 那今年来看 宜特、鸿康、饭泉 今年EPS都有机会创新高 或者是近年的高峰 那明年的营运也是看成长 那至于其他电子族群方面 谈过很多次的工业电脑 网通族群都受惠缺料 持续在缓解 而且订单强度还在 从Q4到明年上半年的营运 都还是维持正向的 那下周工业电脑厂商有通 就会举办他的新厂导览记者会 要展示出他这个未来会产能 倍增的这个新厂房 那预期会释放出更多 对于明年自动化、网安 跟显卡需求的展望 不过主线记者也有提醒 这个族群近期有出现 涨高回荡的状况 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安控族群 那今年下半年开始呢 业绩是陆续的冲出来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要停止使用 中国的监控系统 那台湾厂商也趁势非常积极的 去争取订单 随着美国的采购标案到期 开始更换工艺商 再加上缺料缓解 厂商非常努力的赶单之下 相关厂商像是金锐、盛品、盛锐等 第四季的营收就会冲上 今年的单季高峰之外呢 也会是近年以来产业出现 相当明显转积的一年 所以明年也很值得关注哦 至于传产方面 解封概念股像餐饮、零售通路 这些族群第四季展望是维持正向 营收年增幅都会正成长 此外呢可以留意商用的 健身器材厂商像是乔山 那最主要原因是 除了Q4是传统旺季之外 连锁健身房呢 也重新开启这个太旧换新 还有新增据点的这些业务哦 那过往的通膨呢 也有利于平价的健身房在做扩张 所以今年8月就已经看到 乔山的营收见到好转了 后续的营运动呢 也可以特别关注 另外车用零组件厂商 第四季都进入传统旺季的加持 包含东洋、河大、维生、应力KY、利青、风祥KY等 第四季的营收都会比第三季好 而且年征也会维持正成长 此外呢 上面提到这些厂商 今年全能力营收都会比去年更好 最后我们来提这个高尔夫球族群 因为高球打球的人口 其实属于经济能力比较好的族群 所以相对来说 它受到通膨的影响也比较慢 今年第三季呢 厂商订单就有感觉到淡季不淡 第四季又进入传统旺季 那像是复盛应用、明安这些厂商 今年的营运都会再创新高 而且明年看起来 开暗量都还维持相当的正常 所以厂商对明年的营运维持高档 认为机会还是不小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DJ有事吗 希望对大家投资操作有帮助 另外呢 要谢谢越来越多好朋友 真的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都有po出自家可爱宠物的照片 我真的觉得好疗愈哦 真的是欢迎多多欲一闪 就是上班很累的时候看一下觉得好开心 那另外下周二的产业大小 是要帮大家更深入分析美股的后市展望哦 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